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一个地方都是地雷的时候 其实也不是叫雷区的 所有都是雷 特别是在期货的部分 真的是难度非常的高 请林东告诉我们 最近这段时间以来 这个期货操作的重点 其实期货交易比股票还简单 股票可能有3000档要选 期货其实只要看一个东西就好了 我们都知道最近要看什么 就看台积电 台积电最近一直创新高 连带台指期看到 最近的盘是比较像乐观一点的往上 不过因为美国昨天出现比较大的状况 它的ISM的制造业的数据表现相当差 那是连续第二个月在50以下 那50其实很重要 就是一个景气龙枯线 对它的指标 而且创了最近10年来的一个新低 那代表其实 因为ISM里面其实有10个小项目 其中的新订单在上个月就很差了 这个月应该还是不好 那代表贸易战真的是影响到美国的企业 就能看到不论是美国的股指或是台湾的这个指数 如果这一波能够持续往上走的话 其实都是有一点虚了 就是基本面其实并不好 但是可能是资金的这个 它就资金面在流动了 对 对那这样就等于会有点像是无稽之谈 所以上涨的时候 其实都是要稍微居高思维 那不过我们就从马面来看 例如说我们看台积电最近的这个表现 它已经创了 应该是近几个月来的这个新高 昨天到280.5 很少看到台积电涨到2%3%以上 那目前这波涨上去 可能先看一下今天 因为它可能会开机的 那昨天的这个红K棒的一半 如果不要碰到的话 其实这个多方暂时都是有机会的 因为我们看它的日KD 其实在50以上震荡往上走 所以台积电如果表现得很好的话 其实大盘并不用太紧张 也就是往下的话 可能反而可以偏向多方来看 那再来就几个筹码来看 外资 外资一样在这个台湾的台子级的进步 其实一直都留多单 大概都留到5万口以上 这个也大概不需要太担心 那就散户 就是小台子 我们看散户其实最准确的 散户其实昨天大涨之后 它的空单增加到将近1万口 那代表说 他觉得这个盘可能不会继续往上 那我们就要跟他相反的思考 如果他觉得这个盘不会往上 可能持续还是会往上 这个也可以参考一下 那目前对从外面来讲 就是要对坐 对要对坐 你要跟小台子要对坐 散户的小台子 对 所以今天如果开低 可能也不需要太过的悲观 因为美国ISM很差 但是我们在美中贸易战之下 其实台湾是一个可能可以得力的国家 包括越南 印尼等等 那么台湾是其中 没有啊 印尼的数字也不好 它可能会比之前再更好一些 虽然它还在50以下 可能它是这个贸易战里面 仅存的像东南亚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国家的机会 那么台湾也是 我们台湾在上个月的这个出口 还甚至创了近 好像是近10年来最好的Q3 最好的第三季 那代表贸易战之下 我们的转单效应可能慢慢的发挥 所以如果有今天开得太低的话 我觉得不要错杀了 可能风低采取偏多操作 我觉得相对会安全一点 那还有 那这样子的话 还有哪些值得注意的 因为在这个指数上面 就是PMI的指数上面来讲 台湾虽然说在电子啊 这一类也都很看好 可是传产的这个部分呢 还是比较偏弱嘛 所以在这个期货选择上面 有没有什么要避开的一些的风险 除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的重点之外 的确啊 其实主持人很专业 我们在上个月的外商注释 没有 我只是刚刚看到新闻而已 反产其实都不好 包括像纺织啊 塑化其实都不好 那表现很好 其实都是在 变上电子类股 那主要还是转单 还有这个 赶快去订单 因为美东贸易战可能 会有不好的结果嘛 10月10号 11号会谈判 那可能也没有人 对他有太好的期待 所以我们在操作上 其实 当然传产的股票 不是不能不碰 你可能可以采取 分批 封低 一直在做承接 这个可能 还是有机会的 那传产类的 哪一些 可以比较 能够稳健的 去封低承接呢 传产那么大 传产很大 那其实塑化 像最近的法轮 已经开始 封低在做买进了 没有像以前 那么多在做卖超 像台塑 台塑四宝 那种的感觉 因为他们除全息之后 其实一路往下 那包括像这个 塑胶 塑化类 橡胶类股 例如说像振兴 跟建大 其实这一波 你看到也是 缓缓的往上走 那这个也是 过去的基期比较低 所以他们也是在 封低 你这样分批布局 会比较有机会的 那如果是 电子股的话 你就必须要 快进快出 可能就是抓到行情 就是进出场 要稍微快一些 那当然你在 期货的操作的话 这一波电子期 跟金融期 其实从8月20号以来 一直都是 电强于金 你就是从那一天 开始到现在 其实这整个 大盘的筹码 都是有利的 因为电子要比金强 这个盘就会反弹 您还有再解释一下 电子比金强 是哪几类 我们就直接算 那个期货 就电子期货 跟金融期货 金融期货 对 它的强 彼此的强弱势 那我们过去 都会这样看它 只要电子比金融强的话 我们大盘 就会做多 那相反的话 如果电子期 比金融期 弱的话 我们就会做空 所以这是一个 简单的参考的指标 那像什么石油 黄金这一类的呢 那个就要看市场的 避险的氛围 像看美国的黄金期货 它在昨天 前天 前天重挫 跌了相当的多 那一个大黑棒 那为什么 因为美国的股指是反弹的 它通常跟指数类是相反的 我们避险 讲说我们有避险三兄弟 不是薯条三兄弟 避险三兄弟 就是黄金 带券 跟日元 这三个东西 如果同时间都往上走的话 代表市场一定表现得 非常的不好 那么昨天大概就看到 这样的影子了 因为美国的这个 经济数据比较差 所以避险商品 黄金就起来了 对 再度再起来 所以这个操作 其实我觉得 针对黄金跟白银 可以再逢低做多 一样在今年 可能都不会有 太大的误差 可是它今年现在 不是已经蛮高的吗 黄金已经涨高了 没错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 可以参考一个数据 如果它跟五天的均线 差的太多 比如说它到1%2%以上 我们就不要再追高 可能等它压回 靠近五天的均线 我们再进场 这样的这个方式 会比较安全一点 那它也是要 你回到 如果你现在没有去布局的话 您的意思就是 它回到的 五天的均线之下的 这个数字的时候 可以进 对 然后还是要 还是要短进短出吗 还是可以 黄金我觉得 对 短进短出 你不要抱太长 因为它也会随着 这个避险的氛围 或是美国的消息面 跑来跑去 所以你动作 可能也要稍微快一点 那原油的部分呢 原油其实并不好操作 不过原则上 它跟股指是同步的 所以如果大盘往上的话 它通常会往上 它跟S&P的相关性 大概有到八成左右 昨天是比较不一样 S&P它是往下 但是油好像稍微有点 没有中错那么多 那当然这件 它还是要看供需 然后还有旺季跟淡季 以前是淡季 所以可能不要看得太好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个期货的 这个操作上的话呢 您刚刚说原油 比较不好操作嘛 所以它还是锁定在 这个 就是电子股啦 金融股啦 这些属于比较 清楚的 你可以看着这个指数 来去移动的 这样子比较好操作 那黄金的话呢 回到这个五日均线以下的时候呢 它也是不宜抱太久 短进短出啊 那我能不能 用一点点的时间 请教一下这个 张灵中分析师啊 那在有关于台 台湾其性的ETF 这部分上面 它是不是也是可以对于 像入门的 在玩期货的话 可以做一个选择啊 对因为其实ETF跟期货 有一点像 那如果你觉得期货 那个变动太快 你可以先从ETF下 例如说元黄金啊 元大道琼白银 这些标的 或是国泰 什么A50 那都是陆五的一些 非常谢谢 期货分析师张灵中 今天为我们所带来的分析